爹 你干嘛呀 哥 你再给我一块吧 我女朋友看着个新包包 你这个月都找我拿几次钱了 他到底是看中你的人了还是看中你的钱了 我说他男朋友 给他买点礼物很正常呀 正常 一个月买几十万的礼物 这叫正常吗 你这是爱情吗 我看你这是包养吧 要不然这样嘛 如果他能通过我的测试 我就把钱转给你 怎么样 好 喂 亲爱的 你到了吗 我也在体育场这边呢 我穿一个黑色的皮衣 哦 看到你了 看到你了 这么快了吧 我现在春天两天没回来 咱们家怎么就这么冷了呀 没事 我带你去社会 我过来暖暖身子 你不是说今天开车来接我的吗 怎么骑个不摩托呀 我 我家出了点事 自信念端了 一会咱们再洗手行吗 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吧 我哪还有心思吃饭呀 你们家到底是破价了还是怎么了 你倒是说呀 去我们家 袁思远 可让我逮着你呢 思远 这是你朋友吗 什么朋友啊 我是他债主 欠我那二十万 什么时候还呀 二十万 思远 你们家真破价了呀 怎么 你是他女朋友 你替他还呀 不不不 不是哥 跟他没关系啊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思远 跟我关系大了 你们家出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我说呢 给 这块百搭斐力 二十万给你 够了吧 袁思远 你到底想瞒我多久啊 这些年你送我的每一份礼物 每一份钱我都存着 你花钱大手大脚的 我就快有一天 你到底还有多少外债 我替你还啊 哥们儿七十五 行了哥 这事你满意了吧 哥 满意 非常满意 弟妹 我也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 另一种方式 确实有点不同 但是 我也是为了你们的以后着想 请你原谅我 没事哥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四月没事就好 弟妹 是哥的格局小了 但是哥 言出必强 这台保时街911 就当做街面礼 送给弟妹你啊 走 咱们去车上住 哥 这车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没事弟妹 这个呀 是我特意送给你们的 还有这个 这天眼看就要下雨了 你们不是要去吃火锅吗 赶紧去吧 哥 我把这车开走 你走吧 新的摩托车 那么冷 没事 哥今天高兴 心里热 赶紧走吧 不得了 我把这车发给你 我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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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帮你帮你帮忙